会员宋代氏的徽章一枚 金色徽章一枚非常酷笑啊 请大家抓紧 然后就是嘴大叔叔应该是下个礼拜开播 主打一个抽奖赛道好吧 抽奖赛道 然后想要混一点苹果设备的可以来关注一下 谢谢啊 对了我现在缺一点关注数 抽不了奖 请大家支持一下 嘴大吃八方啊 抖音鸣嘴大吃八方啊 啊差大写的八 写开的八 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还差250个会员 呸呸呸 249个啊 谢谢谢谢 嗯大家好 我是那个二号陈俊杰啊 然后今天 今天这个本来是本来本来是计划弄头发去的 然后幸亏就去 如果要弄的话 估计那得迟到40分钟 那可是40个导弹啊 然后那我就先过了吧 好吧 然后今天这个 今天没弄装造 然后呢希望今天 上次是弄装造 然后全错 今天 这还没弄装造 我这个 就这个对 然后希望今天能好好发挥好吧 然后我就我就过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雪宇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确实我们班长天天说自己没复习 这个说自己没弄装造 我弄了 我非常精心准备了我的装造 然后因为听说昨天晚上 王宝宝同学入侵我的赛道非常的严重 以及最近我这个小作文赛道也已经拱手让别随大叔叔了 啊 我会重新找一条赛道 我找找 我找找 过了 大家好 我是圈圈 今天我这个位置肯定是冲过前冲过直的 不然没有这个荣幸可以坐到许姐的旁边 然后呃好 其他没有了 我的抖音名叫圈圈本人 然后我们今天继续操作起来 Let's go 大家好 我是老叔子 然后抖音名是舒亚信 然后赛后呢会有一个复盘 希望今天三级游戏打的啊 会挺精彩 挺好看的 然后今天呢 别的我不管 我今天主打一个就是来试一下装备的 那个我之前直播的时候 别人说我这个帽子是一个定吃毒的帽子 啊 然后就就今天我就测试一波啊 然后呢 至于昨天那件皮衣和之前的我那个lucky的粉红猪猪T 我先把它作为我的典藏皮肤 先先放放着 之后重大场合的时候 我再拿出来穿搭 然后今天我主打测试 首先是我的这个吃毒帽 然后呢 这是我这个猪咪T恤 啊 今天换一个小动物 猪咪T恤 然后还有 哎 你怎么来了 自我介绍一下吧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穿穿 嗯 他叫穿穿 今天你帮我找狼好不好 我叫穿穿 行 行 可以 那就先过掉 哈哈哈哈 我也以为人全收了 你怎么演的吧 片子怎么不搭上 什么是这么干的 穿穿穿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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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不住 接不住 哈哈哈哈 那个 哈喽大家好 那个我是Kass 我不是T恰恰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我 我今天我也没弄装造啊 我也没打扮 我也没什么的 然后那个 我就母号牙 这帽子有问题啊 大问题啊 前面是个毒 侧面写的是什么 写的CB CB什么意思 我的那 大家都知道 我抖音ID啊 现在应该已经在这个下面了 应该在这个位置叫Kass的7个S 后面有个陈冰 陈冰的缩写呢 就是CB 所以我看他帽子总有一种 什么意思 陈冰吃毒 哈哈哈哈 我很难受 你你我等会儿你先 你侧面给他们看一眼啊 然后 你发了这个言之后 等会儿你就吃喽啊 你吃喽 我吃毒 咱们一起出去啊 好吧 其他就不多说了 过了过了 哎呀 那个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经济大赛赛啊 今天第二天 首先 感谢我们那个赞助昌 饭狼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 然后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换了很多人 然后希望大家今天看的 看的那个开心啊 然后我希望 嗯 确实今天场上有一些关系 私下非常不好的嘉宾在 我希望你们还是能够和谐一些啊 嗯 其他没了 我过了 肯定不舒服 肯定说的不舒服 你带着 私下关系非常不好 是说的我和陈冰 还是我跟WBB啊 那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老人杀牛股感啊 那个书亚信老师 戴这顶帽子就要小心了 特别今天拿首位的时候 祈祷我别拿女巫吧啊 小心一点啊 小心一点 觉得也没啥 玩得开心 最终要你 过 大家好 我是荣耀Forea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抖音账号 荣耀Forea 那个我二号好兄弟说他今天没搞装造 哥们从来没搞过装造 就每天就起床就过来 然后过来完就拨一会就睡觉 睡觉起床再过来 从来没搞过 然后也感谢这个 这个长南哥送的这个扇子 谢谢谢谢 这个是补的一个生日礼物啊 荣耀之药 荣耀之药 哎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杉杉 你今天能不能帮我站站边啊 可以 我今天帮你好好站边啊 我杉杉杉杉杉 行 过了杉杉 哎呦都笑死了 都好都好 我翻水 他这个不一定是扇子 你知道那个引雷针 他往上一插 他一堵他病就给你堵死了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好吧 那个今天挺高兴的 我们就是长得好看的全戴帽子了 然后我是不相信二号和九号没做装造的 你俩说你俩睡醒就长这样 我不信 除非跟我一 啊 你见过他们睡醒的要是吗 没有啊 然后那个欢迎新嘉宾插插啊 我希望插插夜间闭眼的时候把眼闭紧啊 插插 别跟他瞳着个小眼左看又看的 插插啊 瓶子又没了 希望今天那个感受一下那个王哥再来一波精彩发挥啊 我过调 呱呱呱呱呱呱也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这 我这瓜瓜对着你这 我错了 瓜瓜 因为我老姚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老姚手指抠那瓶带 然后我就拿了个兔子捏 没想到你瓜瓜和瓜瓜今天都来了 今天就拉满好不好 没有了 常常你听我说 我希望今天好好玩 还有牛肉该说什么 和我关系不好的 不可能在这张桌上 你知道吧 和我关系不好的都上不了这个桌 所以我就跟大家关系都很好 祸调 我发眼了 哈喽哈喽 我是常男 今天我是特别有感觉的 我觉得今天的赛前比正片还好看 说真的我都笑死了 刚刚在那边 正片 正片更好看 我正片 正片期待的就是 瓜瓜和叉叉的 还有善善的站边 好吧 别的都不说了 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 过调 感谢今天12位嘉宾精彩的赛前介绍 那大家记得在8点到9点期间 还是要为我们代表送出人期票 我们要保一下小红牌子 请给厂上嘉宾投食并留言的观众朋友们 记得关注我们的官博金城大师赛 我们本周的投食又更新了 有凉面 排骨 锅爆肉 还有好多好吃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可以给你喜欢的嘉宾投食并留言 还是老样子 大家记得先下载一下右下角的小手柄 期间给大家推荐一款 推荐一下这款游戏 这款游戏下载的速度很快 几秒钟就能下号 经济性强 大家可以玩一会儿体验一下 那我们今天直播间期间给到大家的福利呢 就是有分别有188828883888的现金福利 所以大家记得提前下载好小手柄 到时候我们发附带唯一一个重抖币的就可以兑换 并且我们在直播间下载的新用户 在注册15天内游戏等级 达到315集奖励3000元现金 注册30天内游戏达到420集奖励 6000元现金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 下一下右下角的小手柄 然后可以玩一下这些游戏通过升级 可以获取现金奖励 另外还有一点是我们代表的直播间 在30号之前开通的会员 我们的前1000名 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专属编号的小徽章 定制徽章非常可爱 大家可以去抄话 有很多人已经收到了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 给我们代表开开会员 那我们今天第一局马上开始 还是老样子 500万点赞为大家开启视角 大家现在可以点点赞了 你们今天到底是谁打 是穿是呱呱还是 它叫呱呱 穿它在那边上 那边还有个鸭鸭 穿一把鸭鸭 撒死个鸭鸭 这个给你吧 给你搞笑 我没有 这是鸭鸭 你放到帽子上 鸭鸭 来 请各位确认好顺便台 玉女烈白火卷 一片又重播了 鸭鸭鸭鸭 鸭鸭鸭G 一片鸭鸭鸭鸭鸭鸭鸭 是大根脍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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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你找到了 还是善善找到了 我想听一下 其实当年很久以前 有一个叫菜包子 说他抿人就是 最后一个人已经不用看牌了 因为另外十个人 他都抿完了 那个人不用看牌 这个药子也到这个水平了 是吧 我想听听9号玩家的见解 然后别的就没了 还是前刚后放 过了 药子明显装杯呢 这还用问吗 明显骗你的吗 怎么可能直接找到预言家呢 跳出来我都站不对 怎么可能直接找到他呢 是吧 开玩笑 开玩笑啊 我抿了一下 我抿了一下 抿了一下123那个位置 感觉好像都带身份 123三张牌 都带身份 那个发烧哥是不是要起跳了 发烧哥头上贴了一个福祉的那个 你醒一下 尴尬尴尬 我是好人啊 上镜表达一下我这个 这个好人好人的一个身份 然后别的没啥 上镜想找找预言家 那我是个好人 我高之位也没啥信息 别的没啥 我就过了 我预言家验了12是精水 为什么要验12是因为 呱呱 尤其开始之前往左边倒了一下 我本来他放在这边 他往左边倒 还好验出来是个好人 然后希望12号 盘单片赞遍我 但估计后面本来 后面一个本来有可能 不是要给你丢精水的 但是我发完言之后 估计他也会给你丢个精水 我希望是 舒老师和KS老师中的 一个人跟我跳 然后我仅会留言一下 那个10号和1号 然后别的没有了 然后心路历程就是 不管这局他站队别 或站错队都可以复盘 对不对 站队别就选C复盘 站错队 我明天下午我复盘 对不对 因为我跟你总有一个人 可以复盘 挺好的 别的没有 这是呱呱的质疑 他就往左边 你可以做我的证人 对 物点证人 他往这边倒的 别的没有了 其实景下 景下有四个也不招五个 其实许愿宇的票 我是说实话 其实我聊你的那一瞬间 我感觉这局游戏 应该已经差不多 如果你是好人的话 我们应该已经输了 但是我还是要聊一下你 我希望你能够投对票 然后一号玩家 抽奖的主 七号玩家就不多说了 对吧 然后我验十是因为 十应该 如果四对跟我对跳的话 我好像十一顺眼 别的没有什么了 我验了十二十精水 然后你直接站边就好了 过掉 站队边是我复盘 站错边是你复盘 那如果我不站边的话 阁下将如何应对呢 对吧 很有意思 我是觉得十一号玩家 你看他之前 发过两次定义 他都是汉跳 一次是我跟他狼队友 另一次是他来骗我 我是个人觉得 他其实对定我身份 是比较准的 他正常情况下 他是不会来验我的 但是他不排除 也不排除 他就是来验我 想打一个反逻辑反心态 我又想问你 你如果拿到景辉 你是让那边先发验的 还是让我先发验的 对吧 如果你让我先发验 那我反水了 阁下又如何应对呢 目前先端一下 这个筋水 先端一下 听一下对比发验 然后前刚后放一下 学习一下八号玩家 我觉得前这位八九的发验 还行 八号玩家景上 我觉得是 他聊什么菜包子那个事 什么聊九号玩家的事 他其实是该给九号玩家压力 首先我觉得八九是不见面的 其实我觉得八号玩家 状态是比较松弛那种 他也没什么太大的 一个景上的工作量 所以我觉得八还行 九号玩家起来是点了一二三 所以九号玩家 一次是比八号玩家 工作量还多一点 可能八九对比来讲 我觉得八可能偏好一点 这都不重要 其实八九其实无所谓的 十一号这个筋水 我先端一下 你要硬说 十一号玩家有什么爆点 我也点不出来 我只是从他心理上 如果他想 好好玩这个游戏 他肯定是不会来验我的 因为他上次都知道 我是好人 我是狼 他是能听出来的 他还来验我 对吧 能听出来 能来验我 那他需要这个景会干嘛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他正常情况下 是不会验我 所以我先端一下 先不战边 对吧 先看你如何应对 我再选择我的战边 过了 宝兹哥状态挺好的 状态 哎 宝兹哥状态挺好的 状态挺好的 但是他视角里完全没聊 前之位发果员的八和九 然后最后一个轮次 他说这个 他又说五六可能会起跳 然后他说他摸十的 那个心路历程 我没听懂 他说什么四可能会起跳 四可能会起跳 后面你就没继续往下聊了 但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故意聊 差想让十二站不对边 我觉得这是宝兹哥 他如果是个争议员家 他会不会故意聊得不好 想让十二号站不对边 这是有可能的事情 然后我就是觉得 十一号牌状态还蛮不错 但是前之位队发果员的八九 都没有点评 最奇怪的就是这个十号玩家 他刚刚说要验十 然后就戛然而止了 就是没有继续往下说了 就四起不起跳 跟十号牌的 跟你验不验十 有什么直接必然的联系吗 然后我不太清楚 然后现在只听过一个玩家的 只听过一个人的起跳发言 再听一下后制委人的发言吧 然后我就先过了 我就先过了 四号玩家请发言 有精髓啊 验了 善善 是叫善善吧 验了善善是精髓啊 然后呱呱跟我汗跳 我井户流叉叉 O不OK 我就问你 O不OK 如果十一号玩家没起跳的话 我愿意希望 因为我昨天 已经只赢了一把 我想说我的预言家 我要赢 好吗 我很少预言家发力的 因为每一次我发现 我在汗跳的时候 预言家也都没让我 所以我自己是预言家的时候 我也不让别人 好吗 也狂一次 然后就验了九号玩家 我井户流是 刚才那个说穿着 是瞎说的啊 我井户流会八号玩家 和三 八号玩家退水了 但是八号玩家是这样 我永远是防你一手的 还有 今天这个板子 你就听发言就可以了 我们不要去盘太多的东西 我给于前置的身份 在八号玩家没退水之前 我认为你是X 因为听不出来两句话 聊了菜包纸 他也不在现场 九号玩家精水 然后十号玩家在井下的 十一号玩家为汗跳 然后我就直接盘他 因为他已经跟你太多对话了 然后十二号玩家 我认为 以十一号玩家的 我们不说他人性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我个人觉得 他骗你的成分更多 因为你前面跟他太多的对话 我不认为 很像见面的 因为已知十一号玩家为狼刃的情况下 然后二号玩家 你是在 站边十一的 软站边 我听到了 好吗 井下我会留一张三号玩家 我想八三顺验 因为 井上的前置格局就是 十一狼嘛 十二 我认为跟十一不太认识 九十精水 然后八号玩家 因为他经常会打道购 而且我不看到他底牌 我根本就 实在是听不出来 好吗 实在听不出来 然后给三号玩家 三号玩家你是 好人的时候呢 你很反骨 所以我就不聊太多 但是留肯定是要留你 我不可能留十留七的 没有任何意义 好吗 然后因为我井会留留三张 我觉得没有任何必要 而且我 预言家最讨厌的就是钢琴井井会留 什么二三顺业 除非在关键的时候 所以我不会把二号玩家先放进去 你是软站边十一 如果你井下还那个 我今天不会给任何人容忍 好吗 我的预言家必须站对边 然后前世我全部点评了 然后五号玩家和六号玩家里面 一会儿听他们的站边 如果里面出一个狼 那么井下还有狼 因为井上 十一号玩家是明朗 他们如果里面出一个狼 或者我的井会留理 八号玩家 四号人情况下 你的井下也要开了 对吧 希望九号玩家能站对边 过了 这么发力 那我站一下四号玩家的边 发现是挺用力的 但是井上我觉得十二 其实你看 十一给十二发金水 其实十二那个位置 后置位只有二四五六 其实他给你发金水 你那个不站边有点刻意 但是你这个 你可能是个好人 是二号玩家 可能有点卖视角 他不会说 他不会 因为我一直在想 十一十二有可能捆绑关系的 但二号玩家直接说 十一你就是在骗十二 他说我揣测你就是在骗十二 所以骗十二 就是让十二图不对票 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那就在二点里 十二是好人 但这个身份我不知道怎么给的 因为我觉得十一跟十二 井上的关系很微妙 而且有点做作 就是但凡你后置位 就这么几张牌 你井上接个金水 力度挺大的 就干就干了 但是你没有 你还是很扭捏 很扭捏 说我就先不站一边 你又做何感想 所以觉得 但是实际上 那个二玩家告诉我 你可能是好人 所以我井上觉得十一跟二是两个 我站边站四号 好吧 不会又站错了 行 站四号 过调 如果你是好人的话 那你就肯定站错了 好吧 不排除你跟四是同伴 因为四的发言 我井上 我不觉得他会是预言家 如果你是预言家 第一 你对你的金水 有没有可能是混这个事 你没有任何的概念 没有任何概念 就第一个 第二个点的话 不盘 可以不盘最好人家 验出来金水 不是非得 在没有他明确反水之前 可以不聊这些 我觉得是OK的 那你听到十二号发言 我自己听到十二号发言 我第一反应 十二号人家是狼 十一号人家有可能会是混子 如果后面那个预言家 发言发的很好的话 我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四号家的视角里面 从来没有出现过 十一号人家有可能会是狼混 这个事的吗 十二井上直接选择不站边 常良老师 拿好人 不站边 我是自己拿好人家 我是一定会重点怀疑 像十二这样的 不管你底牌 真实的底牌 是好人还是狼 但是我会怀疑 但是四号人家的视角里面 好像已经默认了十一号人家 就是那个汉跳的狼人牌 然后十一号人家景上 给的视角是五号人家和六号人家 有可能要出跟他对跳的 你也没有聊过 五号人家和六号人家 是十一夜里不见面的牌 你也没有聊过 你还说还要听五六的站边 那十一的视角里面 第一如果是狼 五号人家六号人家 是不是是他夜里不见面的狼 对吧 不见面的这个身份牌 如果十一是那个 什么狼混的话 五号人家和六号人家里面 是不是有可能踩狼人头牌了 对不对 你都没有聊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你的视角 不太像你是狼人家的 而且你拔那个状态很突兀 真的很突兀 你说什么 今天我是狼人家 我不允许任何人站坐边 我不给你们空间站大的 没怎么着 怎么忽然就 就是很突兀 我觉得第一局游戏 忽然这样子 所以就于这两点来说 我觉得你 你自己经常拿混子的玩家 然后你在这个版子里面 没有任何混子的思考量 对于十一十二的点评 我觉得完全不够 好吧 而且八号人家 好像是明确选择了在你发言的时候 给你退了水 你的警惠流怎么进得到第一张进八 怎么进第一张进八 八三的警惠流没错 你冲锋的都不一定找得到 先找倒沟 所以我不太会觉得是四号人家 预言家的玩法 至于四号人家底牌 是不是一定是那个汉跳狼 有没有可能狼混 我自己觉得可能是汉跳狼会居多了 因为这个位置已经很靠后了 如果他是混子的话 那原始起跳位在哪里呢 对不对 然后五号人家发言 我觉得景下 我要看看他听完我的发言之后 他的反馈是什么 因为如果我和玩家是好人的话 我觉得至少能听得懂 我景上叔叔的逻辑吧 好吧过了 在景上的玩家有四号 十一号 十二号 请景下玩家叫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三二一请投票 一号 三号 十号 投给四号 七号 投给十一号 四号玩家当选请账 昨夜 平安夜 请四号警长选择 景左锦有发言 三号或五号 三号玩家请发言 听了十一的发言 我就不太会站边十一 因为十一号玩家撒谎了 他说长男如果站对边 就会复盘这一把 长男如果站错边 就是王宝宝复盘 首先长男老师经常复盘 他不在场的游戏 跟他在不在站不站对边没有关系 我没有阴阳关系的意思 其次 其次我觉得长男老师的复盘 他其实是会想找自己的问题 或者说找别人的问题 所以其实如果这把他站错边了 反而他更会复盘 而他如果站对边了 他其实就没有 对他来说没有他复盘的价值 所以你对他说什么 你站我边站对了 你能复盘 就明显就是在骗十二号 所以我当时就很难 站十一号的边 我想的是后之位谁起跳 如果有两个我再去分辨 如果只有一个的话 我就会大概率占后之位 然后六号玩家 其实你打次那一点 我有觉得就是打的是可以的 因为他确实没有聊说 万一十一是一个老混混的十二 但是 你说十一是个老混混十二 也有点夸张 我觉得 就是 十一号玩家是个混的 应该也 肯定去混一个 很难讲 反正我觉得十一号 应该不会拿混的混十二 所以我觉得 你在拿一个比较 看似很正 事实上 其实在这张桌子上 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伪的逻辑去打次 而且我觉得五的发言还行 当然你又说五 五像那个什么 所以我觉得六号玩家挺像 那 我 现在我收到的 大家让我不要想着 前之位去点很多狼坑 所以我觉得点狼 是预言家的事 我就先发表 我自己个人的感受 我觉得很难站十一号的边 所以我就选择站四的边 我没有觉得说四的发言 有多么的钢铁鱼 只是十一号那个 心路历程聊出来 他就是撒谎的 好吧 我过了 我是个好人 因为前这个发言 后志位的更新发言 没听见 我觉得景上五号的发言很奇怪 五号的发言说 我卖给的视角 十一和十二是双狼 然后那你的视角里 就是二十一十二三狼 我觉得你 因为首先我不觉得 十二号牌能构成一张狼人牌 所以我觉得在我的视角 你是打了两张好人牌 去十一的团队 所以我觉得 你不一定是好人牌 那如果说十一是狼的话 那就 七十一肯定是定死的 但我觉得六七十一 也可能会定死 因为六号牌景上也是 不站四号的边嘛 我就觉得五号的发言 太笃定了 而且景上我没有明确地说 我要站十一的边 你就把我打到十一的团队里面去 所以我需要跟进一下景下 你这一轮的发言好吧 然后四号玩家 我对轩轩姐的理解是 她拿好人的时候 会直接听完我的发言 会给我一个身份定义 但这把的发言 就在我的视角里 如果你是一张 那个争议员家牌的话 你说你要去摸八 然后你说 前之位你不给容忍度 那不给容忍度的话 我觉得 是不是更应该禁言我 因为你说了 我想站十一的边嘛 所以 再听一下后支位的发言吧 然后 投票即站边吧 然后 先小迷糊一会儿 谢谢不胖忧的投尸 我觉得五号的发言很奇怪 然后我就先过了 入月前我抿了 我觉得六七十二是像三张狼 二好像是狼或者神 就说白了 我觉得二六七十二十四个狼 你是唯一那个容错 好弟弟 所以 再看看吧 所以我真觉得 六号玩家说的对 我真觉得十一是个混子 我真没觉得十一是狼 但我觉得十二一定是个狼 他是个好人 他有什么不敢占面子的位置 占十一不就完了吗 他为什么不敢占十一啊 对吧 所以我觉得十二十个狼 那十一就不能是冤家嘛 那只能四十冤家 对吧 所以我不会去管四号玩家的思考量 对吧 你六号玩家 如果你也觉得十二十个狼 你为什么要去管四号玩家 发现好不好呢 十二十郎四九一定是冤家 试着道理吧 然后七号玩家跟我投票不一样 我肯定要打他十郎 对 加上我若有钱 我决他十郎 所以四号玩家 如果你是冤家 至少目前我认你是嘛 出谁你斟酌一下 斟酌一下 那十一号玩家 那警惠人就不能是冤家 他说十号玩家 你替我做个证 第一警惠人 蹦弄到死脑袋上 那他替不替你做证 他替你做完证了 你还要验他是吧 所以这不讲道理知道吧 你要他作证还要验他 我理解不了 好吧 理解不了 所以 我觉得十二号玩家想了 所以呢 就十一就不能是冤家了 其他也没啥 对吧 六号玩家你说的对 但是你站边不一样 就还是不行 好吧 你可能跟十二是狼同班 不认识十一 对吧 如果你是狼的话 我也不能说的那么死 再看看再看看 好吧 至少目前投完票 如果打十二这边团阵是狼的话 其实也就是这个格局 好吧 就这样啊 我是好人 我够了 我觉得一号是狼吧 一号他说六号说的对 但站边不一样 为什么站边不一样 你也没说 为什么你觉得他说的对 但是你觉得他是狼 这就很离谱 真的很离谱 我觉得狼杀说服类的游戏 六号玩家的视野 至少跟我井上的视野是一样 我说了呀 我没说不站边吧 我只是说我要听后志位的发言 我说我跟八号玩家一样 前刚后放 八号玩家 八号玩家把手放了 但是我是刚在井上的呀 你没看到吗 我最后没有退水呀 事实上我是想偏多 站十一号玩家一点的 第一我觉得四号玩家 你第一井回路验了八 你觉得十一是在骗十二的 那十二是好人 十二井前位置 觉得八还行 第一井回路验了八 对吧 这是我 首先我这一点 我就觉得逻辑上 可能不太入我的心 第二 就如同六号玩家所说的是 四号玩家 你怎么就判定 十一号玩家 他跟十二号玩家的关系 就是十一号在骗十二 而不是有可能十二号是 对吧 十二号如果是个狼人 十一号是混子 有没有可能性 对吧 一号玩家也说了 六号玩家说的跟视野一样 我觉得我跟六号玩家 视野也一样 在陈里面 我也会这么想 但是一号玩家 你为什么就笃定的点了 十二 六七 三个狼 十一是混子 那四号 你站边四号 四号预言家都没有盘出来这一点 你说十二是狼 十一是混子 十一是混子混的谁 前这位 三号玩家已经告诉你 十一是混子 也不可能混十二 那你觉得三号玩家是好人的话 十一号混子 十一号混的谁 十一号混的七吗 十一号混的七 他怎么敢给十二号玩家 他怎么知道十二号玩家是狼的 他敢给十二号玩家发身份的 对吧 这都是逻辑上的 不一样的 再更新一下 至少我觉得我景上是不太 不太 不太满意四号玩家 验八的这个景规流的 一个是八退手了 另一个是十二 其实景上是对八号玩家有过定义的 我觉得八还可以 八至少比九强 是我对八九的定义 所以目前来说 我可能偏多十一一点 再更新一下吧 再更新七号玩家的发言 其实你这个翻顺序 我也觉得 但是你八号玩家是 九号玩家精水 也无可厚非 但是我特别想听听 七号玩家的战编十一的理由 目前我可能偏向十一多一点点 目前可能偏向十一多一点点 我认为一可能是狼 然后前面二三五的关系 下一轮再说吧 还没有梳理的特别 反正一轮 我们第一轮的轮次 就先把预言家分清楚 二三五 现在我还没有梳理的特别明确 我觉得一点那个狼坑是拧巴的 所以我觉得一是狼坑 呱呱发言 其实我跟徐元宇说的 最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你是好人 你就在井上 不要去井下投票 对不对 徐元宇老师说的是 我的心路历程是一听就知道是骗人的 等会谁再说我心路历程骗人的就直接投死 这个场上指振徐元宇老师一个人那么了解我 我心路历程说的是 我验他的心路历程是因为呱呱倒上了他这边 我说如果你站对边了 你复盘 你没站对边我复盘 他说潮南复不复盘和他站边有关系 行 当然徐元宇老师还有出了一个更好的表格 是因为徐元宇老师好人被扛推的是0% 就是他好人从来没有出过局 你知道吧 但如果今天身为医院家的我投下你 你应该不为过吧 然后我认的老师 14 因为基本上我留疑言了你知道吧 然后那个2号是要看一看的 这个正要更新一下7的发言 我本来觉得你是倒钩 你看他们站边 酒精水 摁灯 徐元宇老师站边 钢铁站边 谁是医院家根本不重要 心路历程就是假的 我发言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谁跟我汗跳 对吧 所以我说徐元室 我早知道四跟我汗跳 我都不会验室 还有那个唰唰 唰唰唰唰说我不会站错队了吧 你不会站错队 你不可能站对边好吧 你的听安发言 你知道你这边是怎么站的 三号玩家都不说 三六七十一是三个狼 当然这个叫什么 这个才叫专业 能看专业的狼人在景下投完票 很有战术素养 直接六七十一十二点死 对不对 这就叫专业 那实际上三号这种 我并不是说我不敢打三号是狼 因为我觉得我说三号是狼是好人 我说他三号是好人 他们又说我开视角 我如果说三号玩家是狼 他不配做狼 你知道吧 所以如果三是狼的话 如果三是狼 就是你五九里面还得有一个好人 那我也是个死人 因为九号他直接为四号退水了 他根本就 锦上发言 锦下发言 他得多确定四号是 冤家他才退水 我根本没办法劝他 我也听不到他发言 而且我也没觉得 我说什么六七八十一十二 全是好人 跟在座的几位打 也不可能 我说句实话 我今天 我现在都 我现在把那个四头出去 晚上我吃刀了 起来要听徐渊宇老师会吃方球 你们都不敢说他是狼 然后这边还要更新一下七的发言 七是什么身份 和我有啥关系 他们都说你是狼了 他们都说我是霍儿了 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我现在归票 只能归 我没有听到发言 我说外楼一 你们也不会跟我投 我就去投那个四号玩家 好吧 站编我的就投四 然后女巫把十堵了 我现在能确定的狼 是四和十还有一 然后五九 了不起我留一言就好了 非常庆幸的是 六七八大概率是好人 过调 没那味 昨天那冤家 我汗跳的时候是咋发言的 今天这是 那你们也不敢说吗 你们也不敢说 他们也不敢说我吗 那一会儿我留一言 哈哈哈哈 我留一言嘛 那不要扯了好吧 那个 我投票给四是因为 我对十一的发言比较敏感 他在留警会留的时候 我留十 他因为如果四起跳的话 哎 你就知道如果四是那张预言家 十号玩家是好人 站不错边 因为你正常发言 如果后织为四起跳的话 十号玩家赶上票给四 那就是四十两了 直接打包带走 这才是正常的发言 你反应过来 自己这个发言不太对 直接咽下去了 然后我自己的十号 我听得很明确啊 狼就是二六七十一十二 里面出四个 六号玩家在后织为的发言 我只能说是一首 那个词叫什么 吹毛求疵 四号玩家给了明确的定义 他说我认为十一号玩家的底牌 就是狼 我认为十二号的玩家 可能是被十一号玩家 骗到的好人 六号玩家说 那你为什么不怀疑他这货 人家给了定义 说是汗跳了 你问人家为什么 那你为什么打领带啊 你回答 你其实完全是不讲道理 他已经给了定义 说他是汗跳了 对吧 而且十一号玩家 还有不是一点 是因为他跟九号玩家 没有对话 十一号玩家拿好人的时候 跟九号玩家 大大率都是有对话的 前这位八九已经发过言了 十一号玩家 为什么对八九 没有一点对话呢 是是这个 是这个事吧 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然后 后这位圈宝是原家 他就点狼吧 别的就没什么了 你 我就不 我就不说十一号玩家发言了 大家那个 昨天要不然就在这听着 而且在十一号玩家原理 他确定的狼是一四十 他说三不是狼 六七八都是好人 五九里面开一个 小九直接放手了 那你五九里面 你觉得是谁呢 而且你的发言就已经默认 九号玩家是狼了 因为你的发言是五号玩家 你站错边吗 你不可能的 你就不可能站对边 你不就默认五号玩家的底牌 是好人吗 对吧 这没毛病吧 好吧 今天那个 大家对比一下 昨天和今天的发言就可以了 六号玩家 肯定默这位要跳身份了 是吧 六号玩家 你就这一招先吃遍天 你就给他整吧 我过了 我头死十一 过掉 我听似归票 钢铁站边四 我是好人排 十一号就不是 开口就不是 怎么聊都信不了你 因为你自己对话 三号玩家 那一大段一大段 就是嘲讽三号 嘲讽给我们听 那不是纯填充吗 跟那个 你还不如聊聊 为什么一号是狼 为什么十号是狼 当然你不想聊 为啥一直紧上紧下 你的视角力全都是三号 三号三号 紧上你也一直在聊 这个三号 紧下这个三号 你紧上聊三的时候 让我感觉你就是开了视角 觉得三号是好 那三号在紧下 能不能是狼人吗 别喝了 别喝咖啡了 再喝咖啡 肯定不占你好吧 占不了你 我是好人 反正我就占四了 然后听听 清凌七号发言吧 我觉得十号点的坑 可以挺好的 二六七十一十二 开四张狼人牌 一号牌 没觉得他特别像狼 因为他去塑造 对调中有一张 是混子身份 没觉得一号特别像狼 一直打一四十四三张 就觉得不太行 而且我觉得四号玩家 紧上发 紧上发言蛮好的 状态什么都到位 六号玩家打四的点 其实十一也存在 十一也没有 只字没聊过 十二有没有可能是混子 他也验的十二是精髓 有点 你就只说四 四验九 有没有不盘九 是混子 只说这个 反正我肯定是 确定的好人 我现在就钢铁站边四号了 然后十一卖的视角 感觉五号三号 都都在是好人 那七号这个位置 就在进坑了 就是那五张牌 二号玩家 也是有点聊得有点像了 再听一听 再听一听 然后听四规票 我今天就听四规票了 我就觉得十一不是 十一怎么发都没发到我心里 十二号玩家也比较奇怪的 就这么坑位就是二六七十一 我说好人 那外这位基本上都是 那二六七十一 应该是四郎带一郎会吧 那外这位好人 应该不能站错边 我没觉得 主要我没觉得一 特别像狼 十号聊的点的坑 我也觉得挺满意的 就这么多啊 我是好人 我过了 谢谢前小夏和三横一的投石 还有昨天一个 那个一一投的石 感觉十一号玩家 已经准备留一言了呀 这言发完 二六七十一十二 那我再补个位 我是觉得十一有可能更像吧 我觉得景上 我确实在四发言的时候退水了 然后听到他后半段 我又感觉不太得劲了 觉得退水可能按快了 我当时按退水是因为四号玩家发言说 他拿预言家 他怎么说来着 说他拿预言家 这把就是不想让任何人站错边 然后那个感觉 我觉得还行 挺像的 而且觉得前这十一也一般吧 十一确实没聊八九 当时我就直接为此退水 但四后面景辉留留八 我确实打个文号 就是我理解 那个圈圈对我有敌意 但是敌意有必要那么大吗 我都说了前刚后放光退水了 还验我 而且我没觉得景上六发言特别特别像狼 所以 你们打的二六七十一十二 我再听听四号玩家莫之为发言吧 我对十一景下唯一有一个点之一 就是前之为点的 你默认五是好人 这一点我有点不太理解 你说五号玩家你肯定站错边了 这句话我是听到了 就这个点我打了个问号 但其实我景上觉得六发言还可以 所以我觉得我会保留十一号玩家 比较大的圆圈面 而且我听景下一是狼啊 小九怎么能保一呢 一号玩家景下发言说 他不站边十一的原因是 他听十二是狼 那景上四号玩家的发言说 他觉得十一十二不见面 十二大规律是个好人 你觉得十二是铁狼 四号玩家给你的定义是完全相反的 一号玩家是拿什么站边的四号的 所以一号玩家景下的发言 我听着非常像狼 所以当然一号玩家是狼 不决定谁是愿家 这个是没有逻辑关系的事情 但是你们去保一我觉得就有点夸张 我听听 再听更新一轮六七发言吧 七号玩家没听过发言的 就在几下投了一票 包括四号玩家的墨制发言 我想听一下 我现在觉得可能十一相一点吧 而且十一点六那个件 有点像他拿愿家 有狼 就是啥啥找不到呢 光光找到勾 行吧 我再听听四六七 包括五号玩家 因为十一号玩家说五是好人 我看看五号玩家景下 这一轮怎么说 就过了 这一局 这一局看投票就只能看 二号五号九号十二号投票了 因为这四个位置是好人 我大概听下来就这四个位置是好人 感觉两边都逮着这个四个人在骗 我觉得三号是狼 三号底还是狼 四号是狼 然后九和一 不是那个十和一里边谁是混的 不是那你们 因为一和十的发言很奇怪 是因为四号明确保了十二 四号那个位置不是说 十二号是好人吗 怎么到了一号和十号还能把十二盘入狼坑 这就不太理解 然后一号甚至更过分的是说十一号是混子 十二号是狼 这就特别夸张 一号这个发言 那所以反正反正你要说点位置的话 就是一三四十 然后六八里面还要去分辨 因为警商六号去警商六号站边那个理由好像我觉得四号留八还可以 就是六号是打了四号警惠留说不该验八 我觉得验八都还可以 那现在目前来讲只能判六是好人 对吧 那目前就没有听到六号第二个发言的时候 那就是一三四十这四个位置 然后再看四号我自己觉得四号不是原家点是因为那个圈圈当时发言他强调了一句话他就这一句我就觉得不是他说那个呃他他他原话大概是说的啊我所有位置都点了 只有汉跳狼才会更更在意自己是不是评价了所有人的身份 以便给大家一种假象 就是说自己是否有原家视角 真的原家不太会这么可听口莽的就是每个位置都点评啊 我觉得当时这一点我没想站边四 反正我肯定是站边十一 我站边十一然后就出四呗 然后女巫就读个三 一和十里面有狼混 可能 因为他们都打了十二十狼 我觉得打了十二十狼就想领读 因为因为四号已经保了十二 十二号是全场身份最高的现在 因为四号认十二号认十一号发的十二是金水 对 反正再看呗 六号玩家 反正调不调身份 我觉得都无所谓 都无所谓 换个打法也行 六号 行 今天就我反正肯定出四 然后 没套过了 那我也运用力了 你这么打我就觉得你是钩子 好吧 我就觉得你有可能是钩子 反正我不会怀疑我自己的站边 我不会怀疑自己的站边 约你 你点了一下八 我自己觉得八换人家是好人 紧上其实我就没约他是狼 然后紧下我也觉得他是好人 三号是可以吃的 三号发现我都听不懂 那十一号人家凭什么混不到十二 十一号人家当年拿混子混 还好人混呢 我都吃惊了 我都 那他在混之前会知道自己 就是场外的人会知道 他一定混不到你吗 他在混你之前 我都想不到他可能混你 那今天他混了十二 为什么不可以 就是第一个点 对吧 你自己被混过的人 你怎么会聊出这个点 我真的很不能理解 其次 十一号人家有没有可能 他可以混外置人 有没有这种可能 你也没聊 虽然说可能性很小 但你至少你是个好人 你都那么极限的一个玩家了 你都聊不出来这些 一号玩家是挺牛的 六号玩家说的句句都对 但我就不跟着六号玩家来 什么意思 就是六号玩家反正以后说的话 都不用听认出来我是好人 不是 或者说我说的逻辑对的 反正不用跟着我走 不用你认我是好人 那我就算是个狼 我说的对的 你凭啥不跟着我走 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 然后 我自己是反正是觉得 三四十吧 好吧 然后一号玩家挺夸张的 我只能说 我自己是听了七号玩家 打了一下六八 所以我对七号玩家 有点防守 我只能说我有点防守 我不能说七号玩家 一定是倒沟 但是我自己是会有防守的 但无所谓 等会儿看票行 我觉得我是希望大家 只要听出来我发现像好人 就跟着我走 虽然我在那个什么 你是0% 我是20% 我拿好人被抗推 我是老被推了 所以我人狼的确挺统一的 但是我觉得 我不至于每次拿好人 你们都听不出来我是好人吧 我觉得逻辑盘的够那个的 然后二号玩家一定是好人 他们想拿你去塞狼坑 是塞不了的 因为等到主要我发现那个言 二号玩家警察 完全是有防守动作的 他说五号玩家你警察 你站四的边 干嘛要来去点我 你是想把我打到十一队团队吗 所以二号玩家那一句话 说出来之后 二号玩家就不可能被后面的人 再去打到十一队围里面 这个能懂吧 因为二号玩家这样被打了之后 他可以心甘情愿的 很简单的 就进到十一队围里面 因为是你们打的他 他投票是这样大的 你们找不到也找不到 对不对 所以二号玩家就发现 怎么能会被后置位的人 去打成是一张狼人牌呢 我也不是特别能懂 但七反正刚才也保过二了 七号玩家刚才给的意思是 二五九十二 是外面的公共好人 甭管家面是谁 所以去看你们四个人的投票 好吧 然后十反正打的那个我的点 我也就是难得回 因为一号玩家三号玩家 甭管你们底牌是什么 你们都已经认可了我的发言 十号玩家想得去掰我的发言 去聊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包括小九 小九好像只听到了 我说他聊你是不混的 但其实我说的那点可以不聊 我说的那点可以不聊 可以吹毛求刺 重要的是对十一十二那个判断 好吧 然后其他没有什么说的 我坚持我自己的站边 然后我会投四号玩家 我站边十一过 坏了 我听六七真的不像狼 因为我跟我更新到老九那儿 我都是坚持站四的 我更新完六七八的发言 我在动摇 所以我会认真地在听下四的 规票发言 二号我觉得 二号是这样的 你紧下的刚刚的发言 完全是曲解了 我紧上攻击你的意思 我说你直接对话十二 你说那个十二十一在骗你 就让你投不对票 这是你紧上原话吧 我认为你那个位置是 默认十二为好人 我是拿这个点来攻击你 我说你开了视角 你告诉我十二是个好人 然后你紧下回馈我的事 你说我我我我打你 你说你打了十一十二双狼 没有这个意思啊 你你听清楚 我紧上攻击你的点是什么 我觉得你卖了视角 觉得十二是个好人 因为你要十二站不对边 你说的十一那个行为 但紧下 我真的听六七是好人 尤其是六 七用我认了六的话 我觉得七就像六说 都有可能是个勾 但是他又保了二号五号九号十二号 我觉得他是个狼的话 也没有必要做这个举动 所以我听完六七 我觉得像好人 所以我会更仔细的听四的发言 但是但是刚刚发言里面 我听完小九的发言之后 那个八号的发言 让我就是稍微警觉了一下 因为是这样的 紧上我其实站四 我只是说 哎呦 这个状态可以 挺用力的 我说我信一信你四号 我看了下他表情回馈 我都没有说一定站死 因为紧下还有更新发言 但是八号你紧上是为四退水的 前一圈的发言从三一直到九那个位置 你是没有什么理由想要回头的 我听完这一圈的发言 我更坚定的站四的 但是你跟我的回馈不一样 你说你想要回头 想回十一了 没有任何逻辑支撑的 因为我觉得前面直到直到六七的发言 才让我稍微有点回心转意 讲真 所以我觉得八是有点怪 别的 我会再更新一下四的发言 投票即站边 好吧 过掉 验个八号玩家 六七十一是三个狼 二号玩家 你发完言 我觉得你还可以 因为你进不了这个狼坑 那我们就讲一下 六号玩家跟七号玩家里面 六打了七 七打了六 六七里面出一个狼人 说我不是预言家 这会不会太离谱了 五号玩家 井上站我的边 他不能跟我认识吧 歪哥说的是 二号玩家 五号玩家 九号玩家和十二号玩家 是本局游戏的好人 他说两边都在骗你们 他为好人 就是我在骗你们 他说的是两边在骗你们 然后十二号玩家 因为长达老师明天要复盘 那我就给你掰扯一下 井上我验了九号玩家 围巾水牌 你的发言是八九不见面 我认为你比较偏好 对 我说你明天要复盘 所以我跟 因为我不认为你还能塞进那个坑 然后歪哥 用了一个漏洞 打的我们 他说的是 他说 四号玩家明确给了十二号玩家 为好人的情况下 为什么井下的吉他牌 十号玩家 以及其他的人 还能打到十二号玩家 因为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我认为十二号玩家 井上十一的人心 就是在骗你 这跟你发言 没有任何关系 我验了九号玩家 围巾水 八九不见面 是不是井后六六八 这个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你们是一个感觉 你们是感觉谁像 谁不像 然后你觉得 他们里面可能有好人 你觉得十一是 但是你没有听出来 他们是狼 那为什么把把站错边 不就是因为听不出来 他们是狼人吗 对不对 七号玩家说 这些牌 你们就有可能 就看你们的投票 不是就想要大家的票吗 我会验八号玩家 因为八号玩家 留了个口子吗 六七都说要站十一 但是七打了六 六打了七 对不对 六七十一是三个 那有可能是加八吗 但是八跟十二里面 我觉得我更适合 留八号玩家 因为七号玩家 留了一句 他说十二号玩家 是本场游戏的 铁号人牌 他说 因为他站的十一 他只能这么说 他就在骗你们几张牌 对吗 然后他说 他不清楚嘴大是什么 但是又打你是狼人 七号玩家 是这么发言的吧 所以要一号玩家的票 然后要三号玩家的票 要九号玩家的票 要十号玩家的票 然后这加上我自己 也就有五票 好吧 然后那至于 剩下来的那张牌 有一个好人 你能听出来我是原家 你就游回来 你说要我的发言 我给你点了狼 然后你还说 要其他的都点 我觉得也是比较困难 要太多人游回来 也很难 然后二号玩家 你也比较轴 希望你能听出来 六七里有狼人 好吗 然后我就验八号玩家 我今天会出十一号玩家 再做最后一句 昨天压跳十一 都没跳起来 我凭什么认为 十一号玩家 在前置不是狼人 而为混子 你先回答我 好吗 过了 出十一 四号警长归票 十一号 其余玩家在我到时候 准备投票 三 二 你请投票 一号 三号 四号 八号 十号 投给十一号 二号 五号 六号 七号 九号 十一号 十二号 投给四号 四号玩家出局请留言 那警惠就给九号玩家呀 而且我也不认为警商 需要盘九号玩家为混子 因为验了他是好人 只是希望他自己 可以站对边而已 好吗 过度的对话 会给别人造成反感 其他没有了 那怎么盘呢 八号玩家是站对边的 嗯 他们点的你们几个 铁号人里面 除了我精髓以外 其他人是哪一个人 投错票了 也就只有 一三 四 八十 对不对 投了 嗯 那就希望女巫 可以站对边吧 然后女巫站对边 可以读十一 因为我认为 十一号玩家不为混子啊 是为狼人 好吗 嗯 那事实证明 阅言家发力也没有用啊 不是说 你三金水 就这种也站不对边 然后 用力也站不对边 那十号玩家不是为嘴T吗 都跟你说了 我认为十一号玩家 你看外个笑得多开心啊 你看看他 你看看他笑得多开心啊 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拍刀呢 嗯 那我警徽给九号玩家 然后 呃 可能二号人 我一号人 要么是五 只能把你放进去了 好吧 五六七十一吧 只能是这样 如果投错呢 我也不关我的事啊 大家可以把面具拿起来了 我是冤家走了 过了 我警徽给九 四号玩家 已经结束 警徽一交至九号玩家 请给玩家 佩戴好面具 我们直播间的 DAM老师 可以多送一送人气票啊 大家送送人气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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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号 移交警惠至五号玩家 请五号警察选择 警作警有发言 三号或六号 三号玩家请发言 我第一天警向的发言是 我在这个位置 不太想去点狼坑 因为我认为点狼坑 是预言家的工作 但在我那位置 能点的一定也是六七十一 那我点不点 其实不都一样吗 十一号已经说了 他说他锦上把三是一个好人的视角 已经卖给你们了 三号玩家 你那锦上就是怎么样 他已经就是 他已经默认我三号是张好人牌 已经把视角卖给大家了 然后剩下一圈发言 他说你们也没办法抗推三 这三没办法 三也知道我是什么人 我也骗不到他 那我就不骗他 没办法 他的发言从头到尾就是这样 然后六七的发言是什么 王宝宝你是个什么 你这这样子不骗三 那怎么玩 那只能骗剩下的牌 把三打成一张死狼 就没有人盘这件事情 六七是不是在那位置 直接点六 六号玩家 你也别在那位置 什么跳身份 什么怎么着的 六号玩家说 七是个倒沟 但是七点的狼对 他说七宝的人是对的 打的狼是对的 但七是倒沟 你怎么可能拿这种发言 去打七是一个倒沟 那么六七一定是出问题 六七是狼 十一就不可能是个预言家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 没有人听得懂呢 身份不可能交 交了 但我觉得其实也差不多了 身份应该你们也都听得差不多了 就是我觉得这么 七号玩家是不是说 三号玩家你就吃毒 二五九十二 你们是这四张要被骗的牌 六号玩家说三是可以吃毒 二五九十二就是好人 但你七是个倒沟 这是什么发言 他打七是倒沟 他说的七的任何工作量都没有 那六七都站边十一 十一不就是个汗跳吗 我其实没有太理解 好吧 就说实话从你们里面再去摘好人 我都不知道怎么摘 反正我知道一是个好人八是个好人 没了过了 四号情绪这么高 那如果十一不是玉的话 那不想砍谁砍谁了 我觉得九大概就是女巫砍走了 把诗给毒了 那么四郎在场 然后你六七你不管 六号牌说了 他说七号牌是倒沟 那倒沟倒沟 那十一不也是真玉吗 都不是倒沟了吗 又没说充分 而且刚刚 圈圈姐离别的时候 他点狼坑是六七十一 但是他又强调什么 六七互打 六七互打 我觉得应该没错吧 应该没错吧 你要是错了的话 那现在那四张狼牌都在场 那不就剩两个 那不随便拍了吗 那七位一张狼的话 那不是随便拍了吗 然后我站边 站边十一还有一个理由 就是十号凡人姐姐 她把我打入狼坑里面去了 我之前犯过很多次一种错误 就是别人把我打入狼坑 我还非要死命占别人的边 我觉得那十号牌和四号牌 是同一个阵营的 但他们对我的身份定义都不一样 那可能四号圈圈姐姐在那个位置 还是想试图骗一下我的票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然后别的信息没了 三号牌 这一轮起来这么坚定的去判单边 而且情绪这么高 我不觉得是一张好人牌吧 那我就过了吧 那我可能会 就听一下十一号玩家的查验吧 我过了 不会就我一个站左边了吧 那就完了 真就我一个站左边了 不会吧 那怎么着等混子相认啊 我听完发言我还是觉得四象啊 我就投了十一嘛 因为我认了四十余人家 他不会挤我投几 对吧 反正从那个票行来看 十一要么一元家要么老 不存在混子嘛 他是混子脑袋一万票 我也没错了 不重要啊 不重要啊 反正现在已然这样了 对吧 我是好人呢 如果十一是人家 我就跟着躺赢 如果十一是狼 好像也没有反抗的机会了 昨天都投不出去 今天怎么投不出去呢 更投不出去对吧 所以就这样吧 发言吧 过了 我女巫酒饮水 然后我也没看懂这个刀型是啥意思 我把十读的啊 酒是饮水 所以我井上打酒 其实故意想藏一下视野 不想吃刀 你别看我 我还想看你呢 为啥呢 为啥你还能活在场上呢 裸冲的局为啥 不砍十一砍了酒呢 酒是饮水啊 那酒是不可能 在狼的视野里 酒是不可能作为女巫的 她也没开枪 最多最多 九号玩家是个白神 要么就是个纯重平米 我现在在想啊 因为七点了 上一轮点了三 她说女巫去只读三 三是定狼 我前一位没有听三一定是狼 但是本轮二保三 我就觉得挺奇怪的 实际你为什么保他呢 你保他就一定要想着要回头啊 你要把七打进狼坑 七上轮明确说了三是狼啊 我上轮投四的理由是因为 四号玩家说十二是好人 是因为七号玩家 他认为七号是狼 六七十一是三个狼 七号玩家保的是二号五号 九号十二号 那他觉得狼保的好人 就一定是好人 他给二十 给十二好人是因为七保了十二 但他眼里七是狼啊 他怎么能保的十二的 这是逻辑 第二七说十二 常常你明天是要复盘的 明确说了 我站错是他复盘 我站队是我复盘 那四号玩家意思是 我站边十一是站队了 所以我要复盘的 所以我就觉得 四号玩家做不起那个预言家 但是我想问问十一号玩家 为什么还能活在场上 我这是我应有的 我觉得我应有的思考量 我虽然认为你大概率是预言家 但是你没有知道我确实 我是个女巫 我读了十 我认为四十是两个 所以 我再想更新一下你的发言 看看你去验谁了 十二十一号玩家 因为你在我后队发言 所以一这个发言怎么说 如果要是说 那八号玩家还有上轮 八号玩家是想要去 站边十一的 然后陈底投了一票十一 为什么我也没看明白 如果十一是预言家的话 那狼坑可能就是一三四八十 五进四 然后带一个混子吧 一三四八十 如果十一不是的话 十一不是的话 但六我能保证 六我认为他是好人 我也不是能保证 他的视野几乎是跟我一模一样的 如果他是狼的话 那真的是他带入好人视野 把我骗的是 真的把我骗了 六号玩家 所以我认为六号玩家是好人 如果十一是狼的话 我觉得六号玩家也不是狼 但六号玩家上轮保了八号 对吧 六号玩家上轮觉得八是 这都逻辑线 我也是给大家理出来 我目前可能还是想 多站边十一一下 多站边十一的话 就是等十一去归票 一三八里面去出人就好了 对吧 二保了三 你定一下二 对吧 我不知道 我目前可能还是站边十一 但我愿意更新一下十一的发言 过 巴叉叉 没搞明白你这挑女巫这操作 你觉得我不是 你直接反水投我不就好了吗 六不会混了八 然后是狼会儿没找到吧 如果是的话就太好了 因为一是啥意思 你不会就你一个人站错对吧 我不知道 怎么知道你是好人呢 就是巴和三都出完之后 游戏没结束 你就有可能是好人了 没搞明白你这个操作是啥意思 就是和你完全没关系 听得明白吗 就是没关系 你可以反水投我 你说我为啥不死 我打电话给圈圈 因为他死了呀 我就没死了 那游戏怎么晚上没死 首先你没毒我嘛 死就有两个可能 要么你把我毒了 要么狼杀我 狼杀的是九 毒的是十 我没死 要不今天晚上我努力一下 把自己弄死 你问的问题我回答不了你 那你为什么不死呢 你女巫你为什么不死 那我们三个狼你为什么不死 我也问问你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验八 也没为什么 就五个里面挑了一个最帅的人 闪耀登场 别的没有什么了 这个我先跟你说一下 四是九的精髓 九是四的精髓 对吧 然后我定一下二 我定一下好人 定一完了 还有什么要定一的吗 他世郎我死了 因为他世郎 刚才五票把我投飞了 六票把我投飞了 就那么简单 我也没觉得你会倒过 还有 我还是没有听明白你井上怎么站那边 你说的是情绪 对吧 你说你情绪站他的边 我说你是好人的话 你就一定站作对 我没有说你是 第一就说是六呀 不重要 他在杀我 他在杀我 你听一下 反正八是我咽的茶茶 如果你认为六七里面 那个狼 有狼 你们看你听一下六七对三的定义 我认为三是狼 我井上 我 因为我前志位发言 我没有办法去定义五跟九的身份 只要五九两个人都站边我 三就是狼 听得明白吗 因为我在前志位把三号玩家打太死 他们五九有可能会冲了 过来冲我 因为我现在我前面在发言的时候 明确的票是四号 十号 一号和三号 这四票是一定会打在我头上的 如果我说三号玩家是好人或者是狼 他都会 就是 总而言之 原来总之就是五九是两个好人 只要他们不回头 我就是个死人 知道吧 所以我在前志位我不敢说五九里面有狼 我听完发言 他们只要投了 他们就是好人 他们是狼就不会倒钩 所以三是狼 我八是茶 咽的狼 咽过他了 是狼 出八 八出完出三 不要改我的票 他们可以不杀我 不杀我 我继续咽 我死了 就是我晚上吃刀了 就是推完八之后 推三 我是原家 过调 谢谢小佩的头 那也没头脱票 十一给我查一下 我不知道 那是狼队等着跟混子互认绑票 还是混子在哪 嗯 那明面上的就是二六七十一嘛 对吧 又听错六的身份了 那就是 嗯 井上确实觉得六不太像了 最后回答十二号玩家为什么投十一 因为我觉得四的规划发言是原家 我觉得四的规划发言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我觉得他是原家 而且七号玩家在那个位置的发言 他说 他明确保了外注的五张牌是五九二十二 他说最后的坑位产生在六根八里 我自己是好人 我当时井上听六是好人 那我觉得七是狼人啊 对吧 当然七是狼人跟谁是原家没有关系 但是因为七号玩家是井下唯一一票投给十一的 我觉得七号玩家不太像垫子吧 当时比较像冲锋 在结合四号玩家莫注意的发言 我觉得四 像原家就投了十一 那个五号玩家昨天质疑我的点 因为存在于如果五号玩家不是一个好人 因为九号玩家他是原家的精水嘛 现在我接材杀 我知道确实没站错边 九是精水 他选择把井回飞你了 说明在他的判断里觉得你是好人 那我认为你要 如果五号玩家的身份还是狼或者混的话 那这把游戏就已经结束了嘛 所以我就愿意去保留五号玩家是好人的希望 所以我去跟五号玩家对一下话 你昨天说我那个位置 就是你是听完六七发言 你想回头 你说我在我在那个位置 我没有道理去回头战十一 但是你是没有认真 我不能说没有认真吧 可能你没有get到我发言的意思 我说了井上我在退完水以后 我觉得四驱验我有点奇怪 我觉得我退水键可能按早了 而且我听井上六号玩家不是很像狼人 所以我当时会保留十一号玩家 远家的面 这是我的原发言 而且当时我没说要回头直接战十一 我说再重点听四六七的发言 那听完四六七以后 我觉得四号玩家是远家 所以我就投了十一号 那我现在是不是也接茶杀了呢 对吧 当然大家可能会说 这个六七十一 这个六七都在狼队 他们是狼就拍刀了 那也不能用这种逻辑去打这个游戏吧 因为我觉得好人是可以输 但是输的特别难看就没有必要了 好吧 我希望五号玩家在莫之位 如果如果你是好人 可以考虑一下我的发言 然后今天那我们就去投十一嘛 十一归票是我 对吧 别人就没啥 我过了 呃 那一号这轮他没有 他要是混子 他就硬冲了嘛 他就他就还是不回头嘛 但是他这轮其实想回头了一号 那就出八再出三 那这盘是好人混啊 那没位置了 主要 一号要是狼混 他现在就冲了呀 那一号是船长唯一站错边的好人 呦 呦 呦 这事闹的 你还开不 呃 那个 没有 先出八呗 先先出八呗 好吧 其他没了啊 我赶紧过啊 过过了 很尴尬啊 那个我是那个女巫 然后我读了诗 真的很尴尬 所以是我站错了边 那我保八是没保错的呀 因为十一号 他选择给八号家去发了叉叉 对吧 对吧 所以我把上一轮七号家的发言 等于是听 听反了 等于就是 我觉得他在倒沟 我当时觉得我自己是站队边的那一个 然后没想到他是在冲 很尴尬 就说投错了预言家 然后还读了一个很有可能是站队边的好人 我现在只能读 读的是个什么倒沟狼什么这样大的 因为狼克上级别差一个 现在是七十一十二 然后我很难去觉得五号玩家是那个 那个 只能要么就是把二号玩家丢进去 赢水的确是九号玩家 赢水的确是九号玩家 有点难受 好吧 因为现在这个局面赢肯定赢不了了 九号玩家被砍出去还极有可能是个白 极有可能是个白 然后我肯定也得跳 不跳我也保不住八 而且现在是大家选择怎么输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觉得投的话是投十一 投的话是投十一 因为十一给八号玩家发了查杀嘛 然后一号玩家是站队边的 三号玩家是站队边的 所以只看你二五给二五的票 二五里面如果里面还有个狼 我们就百分之百输了 百分之百输 我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我读的十号玩家 是个什么倒沟狼这种 但上一轮其实冲的还是蛮可能的 我现在其实很难理解这个事 如果是二七十一十二十 就是你们可能一号玩家一开始 他们打的坑可能是对的 可能你们一开始打的坑是对的 那我自己站出的边就比较难顶 因为我定错了八十人份 其他没啥说的 我觉得先把十一投了 因为他们拍刀是他们的事情 是他们的事情 你不可能说这边你知道 知道谁是别人家了 然后你不投汗跳 那肯定打不了 好吧过了 又女娃补天跳女窝 又跳女窝 那你不是帮长达老师站边吗 那长达老师的地方肯定投不错了 对吧 那你这个发言就无非想骗一下 我跟嘴大老师 因为八号打的狼坑是二六七十一 二号也投不错 那你骗不了我这一票的话 今天八肯定出局 因为我昨天打的那个八是个狼啊 因为听他发言 是这样的 小八号同学 我是认为我井上 那咱俩听感一样 我也认为他这个状态铁欲 我被拳拳骗了 你也被拳拳骗了 呵呵 但你站反了 呵呵 但我回来了 呵呵 就这么个区别 没了 因为前面 你看啊 站拳拳那边 六七十一十二二五个狼坑 而且二井下改我发言 十二发言都卡顿了 十一空保我好人 十的状态比十一好 九起来 站四的边 八你凭什么反水要站十一啊 就因为你这个举动 我觉得很奇怪啊 嗯 我说没有理由 因为听前面一圈发言 越听越像站四的 直到六七发言 我才站回来的 所以我说奇怪点在这儿 我说因为好人的听感总是类似的嘛 所以我今天就不多说了 那反正二号投不错票 十二投不错票 今天八出局嘛 已经不需要三号这一票了 觉得老师就啊 好吧 我归票八号过掉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五号警长归票八号 其玩家叫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三二一请投票 一号二号五号七号十一号十二号 十二号投给八号三号六号八号投给十一号 八号玩家出去请留言 这个事情有一个东西有点夸张 就是你们在六跟十二里没找到女巫 我是没想到的 就是一号玩家这轮投的是我 那第一轮的票行是不是除了 你看现在七号玩家都不说一是狼了 说一是一个单纯的好人 他认为那第一天就认为我们是三四八十是四个狼 那六号玩家第一轮投的是谁啊 六投的是四 六这轮投的是十一 跳的是女巫 那你们觉得六十二里谁是女巫呢 对吧 你要认为十一是预言家 十二是女巫 那六号玩家是什么呢 你就要认为六号玩家是一个混血儿 没找到榜样 配合不是很好 你怎么可能呢 对吧 所以这个 这个局你们最后六十二里没分清就很可惜 那发言其实不用发很多 书是书了 那个 嗯 不知道五是不是狼啊 看看吧 因为五号玩家好像也没有更新我的二轮发言 好吧 好 我们在一年结束 各位大门老师大家抓紧时间送一下人气票 我们人气票现在非常排名非常边缘 大家抓紧时间送送人气票 然后在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点左上角的粉丝端小黄心有一个助力打榜可以把观看的免费人气票解锁并送出最后十分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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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我们给你们看 大家 玩家爽,没有一样 前五号警长选择死左死有发言 五号或七号 好,五号玩家请发言 我投三,过掉 三号玩家请 你发片,我敢谁都撩不下去 我让他俩出去撩会天 我们在里边撩会天,行不行 我让他出 我肯定分得对于一屋 我觉得KS太煎熬了 对不起,我老头爸真撩不下去了 你可以刀自己 我刀自己 我打得啥呀,我没保啥呀 我上三个,我上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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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让他了,开始让他了 我上三个,我上三个 随,随,我也不做,我也不做 因为我听你跟他对话太不像中边了 我说又女王骨贴 他搞不了这个的 好,狼队阵营选择交牌 本球戏好人阵营获胜 给大家赋一下牌 本球戏狼人为三号,四号,八号,十号 其中六号为混血儿 它的榜样是八号狼人 本球戏是狼人混 女人家为十一号 女巫为十二号 猎人为二号 白痴神为九号 一五七为三张平民牌 狼队阵营首页击杀九号 白痴神,十二号女巫选择开药解救 形成平安夜 十一号 预言家查验十二号为好人身份 警商竞选环节 四号汉跳狼 当选警长 第一天白天 四号汉跳狼被公投出局 第二天夜晚 狼队阵营击杀九号白痴神 十二号女巫开读十号狼人 十一号预言家查验八号为狼人身份 第二天白天 八号狼人被公投出局 第三天夜晚 狼队阵营选择击杀六号狼混 第三天白天三号 最后一档选择胶牌游戏结束 好人阵营获胜 我们今天的第一局就这样结束了 然后大家记得给我们代表抓紧时间送一下人气票 我们人气票还剩最后八分钟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送一下人气票 然后我们今天是非常有望进前三名的 大家抓紧时间送送人气票 可以进一下前三名 然后我们加一架点一下这个小黄鑫 直播间在右上角的粉丝 小黄鑫有一个助力打榜 可以把你在看的免费人气票解锁并送出 我送一下啊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送一下免费的人气票解锁并送出 可以然后付费的可以送一送 我们六把票能拉满的大家都可以拉满 我们今天可以充前三名 前三名会有代表的头像会有一个小镖 大家都知道的 在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可以下载一下右下角七镜的小手柄 我们一会给大家发一下2888的附带抽奖 七镜右下角的小手柄七镜只要下载了这款游戏 下载好之后准备好两张截图 一张是手机中面有游戏的截图 另外一张是游戏内玩游戏的截图 然后我们一会发一个附带 附带为一个中抖壁的宝宝 在一分钟之内私信JY带师的后台提供到两张截图 就可以对到2888的现金 那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一下右下角的小手柄游戏七镜 点一下下载就可以了 下载很快内存很小几秒钟就可以下好 下载好之后大家也可以玩一下我们最近七镜 给大家提供了很好的活动 我们在直播间代表直播间下载新游户 注册15天内游戏等级 等级达到315G奖励3000元现金 注册30天内游戏等级达到420G奖励6000元现金 在期间内提供到截图就可以 所以大家可以先点右下角的下载 然后我们之后也可以玩玩这个游戏 都有机会获得现金奖励的 是非常非常棒的 大家可以下载一下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发布 大家可以参与一下抽奖 然后在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还有最后七分钟 今天可以充钱三名啊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 给大家送给代表送送人期票 人期票就是点礼物 有一个粉丝团的地方 就点人期票就可以了 然后每个人是600票的上限 大家有能力的都帮代表送一送 谢谢大家 他把书老师的票都带走了 对对 书老师带他唱 然后大家记得关注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小金杂货铺 我们每周都会给大家带货的 所以大家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 小金杂货铺的带货直播建议 记得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金城大师赛 还有我们的官博金城大师赛 我们本周官博投食又更新了很多新的内容 有一款新的凉面很好吃 然后还有冰粉 然后还有锅豹肉 还有排骨什么的 非常多的好吃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官博置顶看一下 然后可以给你喜欢的嘉宾投食并留言 大家可以给喜欢嘉宾送点好吃的 大家最后六分钟抓紧时间送送人机票 他们去上厕所了 我知道你们想让他们付 他们上厕所 他们上完厕所回来就可以给大家付 然后各位大门老师有要求的记得给代表加一个小粉丝端灯盘 给代表加加粉丝端灯盘 给代表吧 可以 因为KS和我都占边了王宝宝 大部分好人就很难就占负了 你要掉坑里了 陈铭一手给你打我 你都没打我 他俩都让我吃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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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个盘 这盘小阿K得背个锅 咱好好说 得背锅 一号人家不背锅 一号人家就正常水平 人家小阿K就是一百盘翻车一把 你是一百盘如此 嗯 啊不好好说 这盘确实是KS得背背点锅 然后一号烫赢 然后没什么 因为我跟KS都去占了11号 那理论上我和KS互打 那么我和KS一定有一个好人 那我和KS基本不会占占错边 那所以11号就是原家 就是这个逻辑可以推过去的 圈圈是推的反逻辑 但是反逻辑是有可能去倒勾的 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没办法 今天变小阿K了 你拿换 你拿换 我也想拿换 我也想拿换 你看底下 一个嘴大OK骗道 一个弯高 我们的混队友圈圈圈圈 对对确实 所以我以为这排是好人混的 哇 没有我是被六圈回来 就把好人MVP给了 买个他 买个他 他把他下信全回来了 好人MVP给了 好人 都说是他圈回来的 可以 8的问题 这排好弹幕说是8号的问题 为什么 不知道 8号是狼错冲票 哦 那不是 那可不是狼山 可不是这么玩的 你要是说8号被关 那你纯他妈看不懂狼山沙 这他妈 你看狼山沙能不能 8号作为一个单体狼人 首先他不知道别人混了他 咱们讲道理啊 8号作为狼人 他不知道别人混了他 所以狼人可以倒勾 可以冲锋 你最后游戏说完之后 你们能怪8号 那你们再再多看看吧 好吧 对对对对 8可以倒勾 这个局里面狼不是说不能倒勾 所以你们在喷妈是什么意思呢 真的不讲 我没气 我只是说我 我只是在惊讶弹幕老师们的狼山沙的水平 就是 不太不太厉害 那个我说一下的确是我的问题啊 我觉得这盘狼队打的挺好的 因为他们其实本质上骗到了外面的好几张牌 甭管是主动被动怎么样的 然后的确是我好像那个 对幼虑共蒙幼虑共蒙的确是我的问题啊 然后我说一下 我的确是奔着8号人家那个狼人去混的 我不是说我没有敏他什么随便混一混那种 然后但是我混完之后呢 我警上其实没觉得不太确定你是什么 然后警下呢 然后那我自己 因为我警上没听出来8号人家的身份 但因为我敏人是敏他是狼的嘛 所以警上呢 我是觉得我是站错了边 我实话是说 我的确是警上站错了边 不是说 因为如果我真的确定我是好人混 定做8的身份的话我会起跳的嘛 我会说8是好人 我是好人混 我起跳 所以我就也不用帮我洗什么的 我就单纯的站错了边 然后站错边有一部分原因是 我听起来4号人家跟8号人家 不太像见面的关系嘛 就听起来很不像两个 因为他你看8号人家退退水 他还要留8进去回 我一直聊8 我当时的确实话是说 然后这是一部分原因 后来警下的时候我想了想 不管8是什么 然后8号人家那个站边11 我想这样 我就觉得好像就礼拜里都是ok的嘛 我就这么想的 但主要问题还是就是我自己站错了边 守身份干他们呀 我当时觉得不用啊 我这方言我都跟着我直接干死 干死4号人家 我想这预言家发言再用力有什么用 我说我这一用力 骗到我了几张 对啊是啊 真的假的 所以是我的问题啊朋友们 就不要喷别人了 不要喷别人了 人气票人气票 然后大家帮忙搜索人气票人气票 对这个东西因为虽然上帝视角 可能你们看起来有不一样的见解 但的确是我的问题嘛 别笑了他妈在对不起对不起 别有什么好笑的 错了就下次再努力呗 哦 谢谢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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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谁送礼物 你送礼物 晚上夜了他 我出去夜了 真的 看他也没一张 谢谢 车车的抖音一号 谢谢路卡斯抖音一号 感谢感谢感谢 嗯 入夜的时候我帮我看他我的相处 就帮我看他我的相处 就帮我看他我的相处 我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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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怎么看他怎么猜到有事 对 对 他给你 因为我一来他查他的时候我都不知道 因为你不是说 主要我们狼队是要觉得嘴大铁狼困 铁狼困 嘴大不得的是好人 对 然后我就觉得我倒一锅三锅无所谓 这还好吧 我 吴精灵 点了三十 点了三个人一个混 全是神大的 神家混 五个里面四个人的身份 大家抓紧时间 下一下右下角的小手柄 然后下的好的 记得参与一下福袋 我说你走光了 孟爷 我做操污汤 我逗他会进去看看 孟爷 孟爷